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高的地方我去探索 看到底是什么 那现在我们知道 你碰见地球了 你就会感觉 哇 主啊 你太丰富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见太阳系了 你说主啊 你太丰富了 然后你看见银河了 你说主啊 你太丰富了 然后你看见多少银河系 来揍成一个宇宙 你就会说主啊 Is this possible 有可能吗 这有可能吗 人是活在神级里 他认为他习惯了 他就不觉得他是神级 比如说我们天天呼吸 你会不会觉得 主啊 这个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 你如果给我照眼睛 感谢你 你连鼻子也照了 我真敬拜你 不仅这样 你还会照了个嘴 不仅这样 你还照两个耳朵 两个耳朵 不仅是两个洞 还有两片耳朵 伸出来 好吧 声音呢 挡一挡 哎 主啊 你怎么这么奇妙 你给我这个脖子啊 也钻得真好 不是360度 如果人的脖子是360度啊 人很难活摇 你人这样的聪明 懂不懂 不是 就这样 赚这么多 也就够了 如果还要赚 就要用点利息了 哎呀 这个脖子 我跟你讲 你有没有一次说 神啊 你丰富到一个地步 你智慧 丰富后面是智慧啊 你智慧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能懂 没有人能测量 没有人明白 这到底是何等的丰富 到底是何等的智慧 一个时代 再一个时代 一个永远 再一个永远 这两个字 他都意思都有的 他说你在那做什么呢 你就在那认识啊 基督是何等的美丽 基督是何等的丰富 基督有怎样的智慧 基督有怎样的能力 那时候我就觉得 活着有意思 如果在永远里啊 面对一个unsearchable 就是测不透 测不透 量不进 我对基督知道这么多了 我告诉你 基督讲 你知道这么多了 你骗谁啊 你只能骗你自己 和那些比你更幼稚的人 你知道啥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我吗 你知道我有怎样的能力吗 你知道我有怎么样的智慧吗 你知道我在能力和智慧里 有什么样的运作吗 你知道我在宇宙中 有什么样的价值吗 你知道我创造一些 所带定的那些丰富 是到什么地步去吗 所以啊 他这里说这个丰富啊 是什么丰富呢 测不透的丰富 中文的翻译是不错的 测不透的丰富 测不透你怎么搞 它还是丰富吗 怎么丰富 还是丰富吗 懂不懂 然后怎样呢 还有量不尽的丰富 你觉得这么有分量呢 它比这个有分量多了 懂不懂 它是测不透的 它也是量不尽的 然后怎样呢 就是集合 全人类的智慧啊 也探索不尽 你要起来说 主 我不敢说 我会觉得 惊奇 惊奇到什么地步呢 叫我呀 不知道 叫我stutter 叫话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呀 天使在那赞美着 你那个权柄 可是他不用权柄 用这个能力 你就知道圣经写得多好 是这个能力建立起来的权柄 你可以说什么呢 这个权柄 是新造的权柄 这个权柄就好像一个君王 怎么做 推翻了原来的统治 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 所以他得作这个权柄 是在他的智慧里 是在他的能力里 他是能力强的 运作强的 智慧丰富的 才可以产生一个朝代 我们的主也来了 在他的能力里 他成为权柄 这个权柄 认真说啊 就是他新造的权柄 他这个权柄里结束了 旧造了 也在他权柄里啊 他产生了新造了 你要感谢神啊 不仅这样 也是满有丰富 不仅这样 满有智慧 这三个东西是不得了 我有一个大能 我有绝对的丰富 我又完全有智慧 我们的神 他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 他在他的能力里 产生了权柄 第二个 他在他的丰富里 以他的丰富 来配合这个能力 来实化这个权柄 第三个 他在他的智慧 来运作这个权柄 就像中国 中国为什么 一崛起就是个大国呢 中国经济 哗就起来了 现在工厂几乎全部走了 全都走了以后 都到越南那种国家去了 可是越南 还是很穷嘛 因为什么 越南的国家不丰富 中国这个国家 是丰富的国家 我告诉你啊 有能力 再有丰富 然后配上智慧 那不得了 如果你看见 这样一位 主耶稣基督 你要敬拜他 你说 主啊 我不能不敬拜你了啊 你是在你的能力里 建立了新造的国度 阿们吧 然后你是在你的丰富里 让这个国度成为实际 是一个丰富的国度 你又在你的智慧里 把你的能力和丰富啊 运作到一个一个 个人的身上来 所以基督徒有福啊 我告诉你啊 如果有一天 你跟我有一样的看见 你会跳起来 你会喜乐起来 你会高昂起来 你会说 啊 我的主耶稣基督啊 他就是权柄啊 他就是丰富啊 他就是智慧啊 他是什么样的权柄 是大能的权柄啊 在大能里所产生的权柄 是带着大能的权柄啊 他有什么样的丰富呢 是测不透 量不尽的丰富 是把全人类的智慧 加在一起 也不能明白的丰富 他又在他的权质里 智慧里 把他的权柄和丰富 运作到这些得救的人身上 运作到教会的中间 所以你有没有一种 你有没有一种非常喜乐的感觉啊 主啊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我所的梦的恩典 大到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是谁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当这样一位主 成为你所思的恩典的时候 成为你平安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是何等的平安 懂我这话吗 不仅这样啊 你还要记住 反正全名 丰富 智慧 不得了 不仅这样 整个他的运作啊 又是在能力里 在力量里 来实化的 这样一位主 主耶稣基督 他是全名 他是丰富 他是智慧 然后运作在我们身上 运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 他又是有一种力量 他这力量来支撑这个权柄 来支撑这个丰富 来支撑这个智慧 懂不懂 我有这些都有 但是当我运作的时候 我说少一个力量 他运作不出来嘛 所以他也是力量 因为这样 末了就说了 你是尊贵的 你是荣耀的 你是可颂赞的 阿们吧 你是尊贵的 对不对 尊贵到什么呢 只有你 只有你是独一位尊贵的 你是荣耀的 因为只有你 才是真实的荣耀 你是永远的荣耀 你是永远荣耀 所发的光辉 你是荣耀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来赞美你 阿们吧 我们再把它读一下 被杀的羔羊 被杀的羔羊 是被得权力 公布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送赞的 阿们吧 如果你看见前面这三个 一叫你觉得 我失去自己了 然后再看见 还有一个力量来 实化这一切 主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基督徒医生太好了 现在只有耶稣 傻瓜在考虑 考虑这个 谁在你身上做主 谁是你的主耶稣基督 那个权柄 那个复活的大能 所产生的权柄 在你身上做主 根据什么 根据他那无限的丰富 在他怎么来运作 在他智慧里来运作 这个智慧创造了宇宙 这个智慧也运作在 我们每一个信主 爱主的人身上 你就知道 现在我们有多高 那我们现在说了 主啊 那我就这样在你里面了 马上就有一个力量 来扶持你 力量来成为你的扶持 所以我们为了 你就要说了 哦 尊贵啊 归于主耶稣基督 荣耀啊 归于主耶稣基督 圣赞啊 归于主耶稣基督 现在 喜乐吧 现在你懂了 哦 这就是啊 主耶稣基督 完了啊 我再把最后一段读一下 在这个权柄里啊 现在说到这个权柄 它实在是一个能 是不是 所以在这权柄里啊 它创造了万有 你要懂啊 创造万有是个能 创造万有是一个权柄 如果只是一个能 它的价值就不高了 如果是一个权柄 它的存在就高了 这个创造万有 是一个能 也是一个权柄 是一个智慧 也是一个权柄 对不对 然后是一个丰富 也是一个权柄 在这个权柄里呢 它结束了旧造了 所以它会告诉撒旦 我败坏了 你这张事权的魔鬼 我败坏你 是一个能 又是一个权柄 然后在这个权柄里呢 它死而复活 我们没有时间讲 要讲这些 每一点都很丰富 反正你记住吧 在这权柄里 它死而复活 人不信吗 人不能信吗 怎么这么快 怎么这样一个 在死里躺窝在坟墓的人 竟然出来了 就不仅出来了 竟然向人显现了 竟然告诉迪玛 你来摸摸我 你来看看我 懂不懂 人不能信吗 所以它是在这个权柄里 也是在这个复活的大门里 它死而复活 不仅这样 在这权柄里 它产生了新造 所以今天我们 都在新造里 我觉得我很年幼的时候 唱那首诗啊 现今新造 何等喜乐 知道那首吗 现今新造 何等喜乐 唱那首诗 觉得太好了 那里面觉得太丰富了 但是不太懂 那首信造到底是什么 只是唱的时候 它很有感觉 现在比较领会 哦 何等的新造 我越认识我的旧造 越活在我的旧造里 越看见我的旧造 可怜 可恨 可悲 可耻 越感觉新造的宝贵 你那个个性啊 就是旧造 但是主可以更新你 更新啊 把你旧造 塑造成新造 但是呢 主永远不会违背你的个性 懂我这意思吗 你可以完全在新造里 可是你完全在 那个神所给你 那个天分里 这个天分主不能用 这个天分主一定用 这个天分主不能用 因为它是旧造 如果这个旧造的 这个天分 让神呢 处理了 让神呢 结束了 活在耶稣基督里 活在主耶稣基督里 活在新造里 这个天分就成为啊 祝福神 教会的根源了 所以你不要觉得 主给你的没有用 主给你的有用 你也不要以 主给你的为荣 如果是旧造的话 它只会伤害 基督的身体 它是在新造啊 才能建造 基督的身体 在这个权柄里 它产生建造 然后在这个权柄里 它也升上了高天 掳掠了仇敌 来自主恩赐 也在这个权柄里 它是万王之王 它是万主之主 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 来 在这权柄里 它创造了万有 在这权柄里 它结束了旧造 在这权柄里 它死而不活 在这权柄里 它产生了心造 在这权柄里 它身上的高天 鲁月的仇敌 来制作出恩赐 在这权柄里 它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有这种认识啊 你就领会了 保罗为什么要祷告说 愿恩典与平安 从我们的神一杠 父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或者领导你们 它绝不是一个习惯性的 口头伞 它的确看见一个 属灵的实际 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 如果你享受到恩典 享受到平安 你是一个何等 有福的人 阿们吧 求主 祝福我们 我想就可以 我就停在这里 阿们 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